记者陈玉富台北报导,党产会今日召开民众服务社听证会,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梁文涛在会中强调,如果民众服务社不是国民党的负费组织,为何国民党要定期监督民众服务社? 民众服务社工作也要向国民党报告,服务民众只是皇子,国民党建民服务社控制社会,监控人民。 梁文涛表示,他自己对转型正义及极权统治有深入研究,过去对威权体系的定义要更改,因为民众服务社代表戒严时期是极权统治,国民党不只是威权统治,还把手伸到最末端成立民众服务社进行人民监控社会控制。 梁文涛指出,国民党在国共内战败退后,退到不属于中华民国的台湾来占据。 国民党在中国丧失政权,不去检讨失败经验,来台湾还加强社会控制,刻意让民众服务社不叫国民党民众服务社,正是要掩盖他们之间关系。 难道不叫国民党民众服务社,这不是国民党的吗? 梁文涛强调,国民党把国有财产转移至民众服务社,服务社财产更转到国民党名下,如果这不是负费组织,还能任意将财产移转给国民党,况且这些都是不当党产。 梁文涛认为,在戒严时期这种组织很常见,国民党在党国体制下进行掌握,服务民意只是皇子,每天都在抓匪谍,每天打小报告,要一次时空背景了解此党国神经末端的组织。